又来到我们MOG Live Talk的时间啦 那我是韦宁 是一名Optician来自于罗佛兴山 代表MOG眼镜集团 那今天这个Live Talk是由我们Hoya 还有MOG Eyewear一起呈现给你的 大家好我是吴游森 我是MOG的硬黄师 今天要和大家聊聊的是 父母们都非常紧张的一个问题 就是小孩子的视力问题 而且最近又是行动馆这里MCO 小孩子们没办法上学 分分在家里拿起了手机 iPad 电脑 电视机 之类的 网上学习 所以父母们也束手不策 那是的 再加上在自己在家里做功劳 Walk from Home 来讲的啦 那父母的非常忙忙的日程来讲 都会忽略小孩子的视力 那一个不小心啊 那孩子就可能会遭到弱势 和视力的破坏啦 没有错 如果不想小孩子的视力问题 有导致他学习能力变差 或者在日常活动上 有一些障碍的话 我们是时候应该正视这个问题了 那今天我们也是很荣幸的 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 对 对 大家可以来在家看他是谁 那这个嘉宾嘛 我们在这里先卖个关子 他是国内数一数二的美女妈妈 先不跟你们说他是谁 不过在这里啊 他已经有一儿一女了 保养工作做的是非常的好 对 大家可以在comment里留言 猜猜看他是谁 来看看下下面的comment哦 哇 我看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吧 那我们就事不宜迟 马上邀请我们的嘉宾 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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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我是Shan 嗨 你好Shan 嗨 大家好 谢谢大家 给我这个机会参与这个live 其实刚才你们也是说到 这个小孩子的私立问题嘛 其实说真的 在MCO期间 你说我没有给孩子看iPad 看电视机是骗人的 那你可能 真的是没有可能 因为再加上我的孩子也是小嘛 他们也会收iPad啦 电视机一定是优惑嘛 所以你讲会不会担心他们的眼睛视力有问题呢 其实说真的做妈妈真的会担心 再加上MCU期间的时间蛮长的 三个月 然后一个月 一个半月前是其实是没有上网课的 然后一个半月过后 真的是有上网课 然后我的儿子今年因为七岁吧 她也刚刚上小学 所以他们的功课也很多 所以你说网课真的是back to back 然后我的女儿四岁 你说她没有网课 也是有耶 他们也是有三十分钟的 其实你会说 爸爸妈妈会不会担心他们的视力 然后讲去会不会担心 这么小就戴眼镜 然后戴眼镜其实说真的 给他们这么小 其实会不会真的是很阻碍他们 有很多疑问很疑惑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很多疑问 也是想问这两位专家 好没有问题 来我们慢慢为你回答 好的 那我在前面 已经有留意到前面的comment 已经陆续续续有很多的疑问 那我希望这边大家可以尽管问 再把我们的这个video 这个live share出去外面 让更多人能够在这里发放问题 由我们这里和小编回答你的迷思吧 在这里呢我也要感谢Hoya 和Emoji Ai Wei 也呈现了这个live talk 并且千万不要走开 OK我们将会送出很多爆破的奖品 对了 Chen 我刚才想问到你一个问题 你是什么时候会发现自己的小孩 视力有问题呢 其实你说他为什么有问题 就觉得他一直眨眼睛 对 然后刚才我一直说他们现在上网课 就是看电脑那些习惯版的时候 对 因为你很近 因为老师也要看到一个电脑 看到他们的功课 所以真的是蛮离的蛮近的 所以我就发觉我的儿子会 好像瞇着眼睛 对 然后他们也很喜欢爬着看书 就一直妥配这样子 对 爬着在玩iPad 所以我就觉得他的视力是不是有点问题了 再加上我觉得他 他经常眨眼睛 对 眨眼睛 所以我就上网看一下 眨眼睛也是一个 就是一个心灯 对 所以我觉得我也很担心 因为毕竟也是七岁 除此之外 其实还有非常多的症兆 那么我们就进来今天的课题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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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小孩子的疾病围绕着几个这种状况 首先就是大家了解的近视 远视 相光 邪视 和弱视 弱视就是我们俗称的Lazy Eye 对 好 对 现在我要提的是邪视 邪视基本上是我们可以从双眼的四轴 看出这个小孩有没有邪视 一般上都可以观察得到 好厉害 就是往内侧 一个眼睛是明视着目标 OK 另外一个眼睛可能是往内侧 外侧 上侧 下侧 我们都可以称为俗称的斗鸡眼 就不一样的方向对吧 对 共同性邪视 或者是外邪视 OK 这样这些可以用肉眼来去判断的吧 对 其实首先我们必须观察孩子的眼神 有没有不同 有没有不一样的之处 然后我们需要观察小孩子 他是否会一直用一只眼睛 朝向另外一个方向一直看 那这些孩子呢 常常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 那可能问题就比较严重一些 当然有一些小孩子 症状不太明显 那可能会不交 不会有这些症状发生 嗯 很多家长都不知道斜视 最早期在幼儿时间都会发现 那而治疗关键就是 越早治疗会比较好一些 嗯 那么如果这个小孩子他有斜视 然后delay他的治疗 会有什么伤害呢 一般我们是不鼓励你们在 延长你们的治疗时间 我建议你们能够到我们 MOGiWeb的服务 能够以很享受这个免费的燕眼服务 那大概十到十五分钟之内呢 你们燕光室就会让你们知道 你们小朋友的引进状况了 OK 那弱势又是什么呢 是不是和近视一样呢 基本上弱势和近视是不一样的东西 完全不一样 可是他们的症状又有一些相似 大家也知道近视可能是 也看不清楚 近距离看都OK没问题 但是呢我们先聊一聊 为什么小孩子会得到的近视 主要来自两个原因 可能是眼角膜的鼓励太弯 或者是他的眼球的那个四种太长 都会造成近视 所以刚刚你也提到那个近视跟弱视 其实它包括什么哪一些呢 比如说近视它是可以佩戴眼镜啊 隐形眼镜来矫正那个视力的 可是近视如果不及时矫正的话 或者是邪视不没有 像刚才韦明提到的那个 不提早去治疗的话 它有可能会导致弱视 弱视的话就非常的危险了 那所以父母想要观察弱视的小朋友呢 那必须要观察他们一般肿路 是否会容易被淡倒 除此之外 他们喜欢眯眼睛 而且会喜欢歪头看这样演出的东西 当你发现他们看东西的时候 物体越靠越来越近的时候呢 那么他们又对那些醒目的东西 或者是光线不敏感的地方 或者是反应迟钝 那这些小朋友弱视 他也会抓不准距离感 他的距离感会变得比较差 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下 有时候他要捡一个东西 他捡不到 他对 他可能要捡好几次才捡不到 OK 这样停下近视跟弱视 真的是很难分清楚 对 其实有很多父母也是搞不清楚 到底近视和弱视的差别 因此错失了治疗的黄金时期 其实十二岁以下的小朋友 如果越早接受治疗是越好的 因为近视的黄金治疗时期是三岁到八岁 所以三岁到八岁 如果小孩子看不清楚 父母应该要带他们去MOGiway里面 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检查一下视力 做一个视力的测试 然后配戴眼睛会比较好 不然眼睛也是越来越深 这样子 嗯 OK 此外呢 父母千万记得 不要私自做一个判断 因为小孩子的状况 情况每个东西 都是Case by 相同 对 那么我们做眼睛治疑 也不能够吵吵了事 必须要找一个合格的眼光师 以及背景师 来详细了解之后 才跟小孩子配戴 一部适合他们的眼睛 那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也实际赞同 因为以我的病例开始看起 有些父母 从婴儿时期 大概六个月左右 就会开始为他们做检查 然而在大家的正常情况下 其实并不需要那么的早 对于弱势的治疗呢 每个影响呢 孩子的时间长短都不太一样 那有时候呢 短短的几个星期 有些严重的病例 可能需要几年 不容 小看 哇 所以刚才 韦琳跟Vilson也是讲到 诶 其实真的是很多东西 会影响小孩子的视力 对 然后你们 在这边看LINE的小朋友 如果你们真的是觉得眼睛有问题的话 还是不舒服的话 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 这样你们至少的 早点的知道 然后爸爸妈妈 你带回去 MGI 做一个 健康的视力点照 还是要每半年哦 是每半年哦 所以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 因为小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 如果错过的话 真的是就这样错过了 希望不要错过这黄金时段 那我们专业的服务员 还有我们的燕光师 为你加以解释你们的眼睛的情况吧 那希望我们的小分享 可以带来观众的警惕心 那么接下来啊 大家最期待的环节已经到啦 对 猜猜看我们将会送出什么产品吧 刚刚我其实有偷瞄了一眼 是非常优惠 非常实在的用品哦 真的哦 没错 在我们还没有在奖品顾目前 大家记得来like and share 我们的live 也很谢谢MOG的 艾威还有侯亚送出的奖品 那奖品有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Bankwood School的一个礼包 里面包括了一个 fail mask fail shoe 还有一个kids friendly的sanitizer 价值50块钱 还有MOG的礼券 购物礼券价值300令吉 哇 听到真的是很实际 因为现在小孩子真的是回到学校嘛 真的是back to school pack 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安全第一啊 所以这个礼券呢 会收出五份 五份哦 五份 每一份是350令吉 然后就是back to school的kid 呃 就是有那个年罩啊 还有face mask 还有kids friendly的sanitizer 还有还有就是三百令吉的MOG 折扣券 所以总共呢 是350令吉 对 那行动不如马上行动哦 那你们知道 刚才的这个问题的症状来讲的话 就马上把它写下来 对答案很简单 记得comment 记得like and share 对我们今天要收出五份 五份的back to school pack 那刚才的朋友 如果不知道问题的话 我们在这里重复多一次 嗯 那我们的问题就是呢 只要回答一个小朋友 近视的症状 嗯 就是 很明显了吧 哈哈 所以已经在给暗示咯 对 所以我们今天会收出五份 每一份是350令吉的 所以一份里面呢 有back to school pack 有那个年罩 还有那个 face mask 还有就是kids friendly的sandardizer 还有300令吉的nog 折扣卷 那待会 那个小编将会在下面的留言里面 公布得奖名单 得奖的朋友呢 千万不要马上走开哦 因为我们的小编 即将马上联系你们 让你们知道如何领取我们的back to school 的school pack 所以休息一下 马上我们回来会讲另外一个话题 所以也很谢谢韦明跟Rilson 他给我们今天这么多的儿童近视的资料 所以谢谢大家 等下见 拜拜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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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oothie 拜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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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回答接下来的问题 下一个环节也有可能就是心婴儿了 对,那刚刚在休息的时间 有没有把我们的直播 share出去给身边的朋友呢? 赶快share哦 对,还没有share的朋友们 赶快分享按赞给你们身边的朋友们 对,记得分享跟赞 好的东西要share出去,对不对? 还有刚才五名得奖者 如果你们是得不到MOG的message 你们可以DMMOG的page 小孩子的视力也解释了 其实怎样去观察小孩子的问题 很多人已经开始留言了 他们都怀疑他们的小孩子 都有这些症状,那他们该怎么办呢? 像我们之前所说到的 那检查视力是每半年到一年必须要进行的 那么父母要确保孩子 那检查了这个过后呢 必须要有得到我们合格的燕光室的advice 那才能够预发 找一点发现这些问题,找一些资料 那我还是大力推荐大家到我们的MOG Eyewear 因为里面的每个燕光室都是一等一的专业人才 那绝对不会乱推销到其他的店里面 那因为我们每个小朋友呢 必须要通过燕光室的讲解 那才会更明白里面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哇,刚才你这样子讲的是记起我这些做妈妈的心情 哇,讲完区快点要带他去作业了 其实刚才你也是有讲过讲完区护眼 其实真的是可以让我偷偷撕嘛 可以给点tips我吧 那是当然的啊,在问题来之前啊 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是学校啊 都会非常努力一下小孩子跟上科技 学习用手机、iPad来做学习 可是在这个同时 我们父母呢,要教导小孩子要怎么去正确的使用3C产品 手机、电脑、平板、iPad之类的 就比如说,在写字的时候啊 头部要歪,不可以写写 要做直哦 对,然后看着手机的时候啊 这个要不要躺着,侧躺那些也是不对的 对,如果你现在使用电脑的时候啊 距离那些也是不会太靠近 对,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 再来,屏幕的灯光也是非常的重要 不会太亮也不会太暗 如果你在阅读的时候 那个室内灯光都要充足 不会太暗 对,造成眼睛不适 OK,所以你刚才讲使用电脑啦 OK啦,我还可以去prevent 就是因为放一点sofa还是桌子 就是一个距离感 可以给Sophie Jacob也是放闹钟 看30分钟还是20分钟 提醒他们 对,这样如果电脑跟iPad呢 那怎样去提醒他们呢 那其实我们以时间上来说 我们尽量不要超过20分钟 那么时间在我们上课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控制到课室里面的长短 大概是多少 那么我们每20分钟呢 我们让孩子先套望眼处 来看比较远的东西 而且保持大概在一只手臂的距离 不管是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 那一个手臂的距离 将会是最安全的了 OK 刚刚我明提到的是 因为这个其实是看小孩子的年龄层 也是有关的 对 因为小的孩子手臂就可能越短 对 对 刚刚他提到的那个20分钟呢 基本上就是要让眼睛放松 不要让那个眼 用过度用眼力 导致那个度数会增加 对 这样其实有没有发觉啦 现在很多爸爸妈妈 因为真的是很忙于工作 真的是把iPad iPad 真的是当成他们的nanny 很长就给一个iPad 很长就给一个电视机 其实其实你有没有发觉 我也是发觉 现在的小孩子的视力问题 越来越年轻化了 真的 非常赞同 可以这么说 因为从小开始用3C产品 会让小孩子的视力 达到一个不可逆转的坏情况 在我那个年代的话 读书写字 其实真的是有一个正确的做字 和知识 那是当然的 那就让我这边重新和你们分享 当我们在读书写字的时候 身体必须要挺胸 不能够驼背 那我们需要跟这个手机 还有你们读书写字 需要保持一个手臂的距离 那是最为标准的 那我观察到好多小朋友 都很喜欢贴近 靠近自己的书本趴着 那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从中我希望父母可以在这里 观看了我们的影片过后 能够多多分享 让知道孩童写字的时候 必须在旁边付出 对可以这样想起哦 小时候我真的是想躺住他的书的 然后整天都被妈妈骂 现在我终于明白 真的是妈妈的苦心了 我还有听说 真的是小朋友 真的是参加多点户外的活动 也对他们的视力很好 对吗 对 这个刚刚我们有提到 因为现在行动管理的管制下 就是MCO 所以很多小孩子 我们也不允许出门 只可以在自己的室内 在家 所以这样子是对他们 眼部发育不好的 因为阳光的紫外线呢 会让一些我们从小 发育的时候 非常大的帮助 对我们的皮肤也是 皮肤也是一样 头发也是一样 对眼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建议父母们 除了让孩子在室内里面做功课啊 玩游戏啊 也可以去户外走动走动 傍晚的时间或周末之余 带上小朋友啊 到那个绿意昂然的公园呢 让他们做运动 让温暖的阳光啊 跟他们接触一下 滋润自己的眼睛 研究数据显示 近期在欧美国家 近视是非常不严重的 这与他们日常 在阳光底下的活动啊 是有莫大的关系 保持身体健康 及保护眼睛 何乐而不为呢 对 真的是出去看看绿绿的山 那绿绿的树 其实真的是对小朋友眼睛很好 诶很幸运的 其实这几点我都有做到 因为我的儿子都很 很喜欢户外活动 然后他们的势力 真的是我最头痛的一个问题 就连他们的饮食啊 睡眠啊 我也要掌控的很好 对 真的是那一行无人 这样不但可以 让小孩子的眼睛发育的更好 也可以促进亲子关系 真的是厉害 没有啦 两位见笑了 诶其实我觉得小孩子 真的是成长只有一次 但是当你错过了他们的眼睛的发育 真的是不好 所以真的是不只是饮食方面 我觉得还有睡眠都是很重要的 打个比方说 诶 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有儿童呢 他们要睡十一个小时以上 还有因为杰克现在已经是读小午班嘛 然后他没有可能是睡午觉的 可是我会尽量给他一天足够的睡眠 是十个小时 其实这才是所为的正确 对不是说诶 越晚睡 然后明天吃吃起 这是不对的 因为小朋友真的是不可以熬夜的 然后吃不淡子 然后饮食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其实作为妈妈 真的是很想给小孩子最好的 诶什么是好的 就给他们 诶 打个比方诶 诶蛋啊 蔬菜水果之类都是很重要的 多嘞 对 对 是小朋友不可以挑食 因为挑食是不好的 这样也是会影响我们的发育 哇 这样做就对了 我很庆幸Jagan和Sophie有个这么好的妈妈 谢谢 谢谢 那我们要切记 当我们在做近距离的东西的时候 必须要一直休息 要望远处 那就可以了 刚刚谈了这么久 其实预防小孩子的视力问题 真的是有很多方法 对吗 对啊 所以今天呢 我们又要做Giveaway了 又来到这个非常兴奋的环节 对 Emoji 爱慰的那个侯爷 真的是很慷慨 刚才送出了5份 我们现在在送出5份 你们还在等什么呢 请问 这次我们要提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好 那么这边我就公布了 那个问题了 那只要你在这边呢 告诉我们一个保护小孩子 视力的方法就可以了 这边我要加以提示 那可以是在小朋友 当你们在看电脑 手机 又或者在看书的时候 父母需要注意些什么 只要你们把答案写在我们的 comment下面 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之后呢 那小朋友会挑选5位幸运的 然后在底下留言 对 刚才说出的答案 大家应该有听 有听功课的话 就是一个是什么 然后我要去外面怎样 很明显了吧 这个答案 所以我们会送出5套价值 350 350令吉的 350 对 就是一套哦 一套350 对 里面有什么呢 就是back to school的pack 里面有那个脸罩 Facemark 还有Kids Friendly的Satterdizer 还有还有就是MOG的折扣券 折扣券 多少钱 价值300令吉 对 快点like and share 去给身边的朋友 快点 对 那么得奖的朋友 我们小编辑将在下面的留言 公布成绩 对 刚才 你可以重复多一次答问题吗 好 看看今天的朋友 对 当然没问题 那如果你们想得到这些礼包来讲的话 必须听清楚我的问题咯 只要你们提出一个保护小孩护眼的方法 那可以是在看手机 电脑 或者是在看书的时候 父母需要注意些什么 那就可以了 对 答案可能不只有一个哦 对 所以什么答案就comment下来 记得我们会送出5份 每一份价值350令吉的back to school pack 然后里面有就是脸罩 还有 face mask 还有 sanitizer 还有一个就是大甲 就是里面有300令吉的折扣券 就是MOG的300令吉折扣券 希望下一位吸引的就是你哦 对 还没有留言的朋友 赶快留言答案吧 好的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43 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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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就明白了 因为我之前听过 太早戴眼镜 小孩子眼睛会凸 哦 ok 对 然后其实我也是上网去 对凸出来 然后我就谷谷了一下 其实是没有这个说法的 是不正确的 对不正确的 因为小孩子眼睛会凸 是因为他的眼睛过于发育 然后会导致眼睛长 所以所谓大家的凸 其实是跟你们戴眼睛是没有关系的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呢 就是说戴了眼睛 眼睛会越来越小 其实不是的妈妈们 其实是因为小孩子 他们的近视越来越深 他们的镜片就越来越厚 而戴上去 你们会看到眼睛小 其实不是戴了眼睛会变小 其实不是这个说法的 所以听到薛应该提出的这个问题 那么父母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么应该不可以错过这个黄金时段 让小朋友的度数在短期以内被增或暴增 尤其是我们MCO在这个情况 我觉得应该要让小朋友去做视力检查了 对 其实刚才你们也是讲到这样多了 其实真的是给很多那种information给我 我相信在Live前面的关注者那里是听到 还有另外一个迷思 是不是选择眼镜的时候越贵是越好呢 其实并不是 这个是完全是因缘而已的 如果你的度数留到很高的话 我们不会推荐你拿那些超薄的镜片 我们会针对你的需要需求 来配戴给你所需的镜片 OK 除了听了厚度之外 我也是听过不同的镜片 玻璃镜片啊 树枝镜片啊 还有一个叫做蓝光镜片的 其实这些是不是因为不同的东西 是因为他们价钱不一样的原因的 正确 其实每一种镜片来讲 自己都有本身的利与弊 Posts and Cons 那比如说玻璃的镜片呢 它是比较清澈 可是相反的玻璃的镜片 它也一般比较重 在我们戴的时候呢 鼻梁以及耳朵 有非常重的压迫感 对 但是如果我们用比较轻的眼镜啊 那么比如说树脂 像刚刚你提到的树脂会比较轻一些 但是这些镜片比较容易被割花 像家里的小朋友啊 一直喜欢用衣服 没有用手帕来擦的话 那么你的镜片就容易刮花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要强烈推荐我们相配的镜框和镜片 是要吻合你们的镜框 它带起来会额外的舒服 哇 听你这样说 这个是什么神奇镜片呢 好 这个镜片呢 是由我们Hoya和香港理工大学 一起研发的一个叫做DIMS Defocus Incorporated Multiple Segment的科技 有别一般镜式的镜片 这一款叫做Miosman的镜片 也有一层不明显的蜂窝状面积 而经过他们的专业研究显示 可以有效的延缓镜式加深 防止小孩的眼筹变长高达60% 也是市场上最有效的延缓镜式镜片之一 是的 对于那些近视的小朋友们 父母们要更注意 每半年到一年 都需要带小朋友到我们的店里来做复诊 这样的话 听听我们专业的阴光师 替他们做一个检查 这样才知道他们的度数 有没有增加的很快 防止他们的度数不要增加的那么快 也对 因为小孩子他们的眼睛还是在发育期间 再加上读数量很多 其实真的是用到眼睛很多 然后大大的也是用到他们的镜片 我觉得他们应该要适量的去换 然后去去check那个眼睛 真的是很重要 对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部门们绝对不可以偷 然后一加一我们就聊了这么多 就是大家期待的 giveaway session 耶 耶 记得live share 对 所以MOG安慰和后亚的live 即将送出最后的大礼哦 对最后的大礼哦 这边总共有几分大礼呢 三分 那么好 那么在问出问题之前呢 我想问一下大家哦 这个问题 那小孩子的眼镜越不越好 那是否正确还是错误的呢 哦 先给大家提示了吧 那赶快在我们下面这边哦 留言 留言 你就有机会拿走我们的Hoya back to school的礼包 对 记得哦 总价值是500 因为我会送出三分 每一份是500令吉 然后有back to school 有那个眼罩 然后还有face mask 还有小孩子 sanitizer 都是child friendly的 然后再加上300令吉的MOG的折扣券 还有妈妈们最爱的150令吉的购物券 哇哦 真的很爽嘛 对 听到都可行 所以快点呢 三分 三分而已 可能下一位新女儿就是你哦 那么请你们接着听着我们的问题 请听刚进来的朋友 你们请听多一次这个问题哦 差不多一次问题 来 小孩子的眼镜越不越好 是否正确或错误的 OK啦 我也是很明显跟大家讲 所以我们再讲 赶快留言 对 赶快留言 记得是三分大礼 每一份都是价值500令吉 然后就是有back to school的年罩 还有face mask 还有child friendly的Avalidizer 对 还有300令吉的MOG折扣券 还有呢 就是150令吉的购物券 都是妈妈们的最爱 那得奖名单呢 将会在我们的这个 comment留言下面公布哦 那么你们就记得要守着我们的like 不要走开哦 对 记得哦 快搜下你们的答案 答案快点写这边 分享出去 还有share and like 给更多朋友知道我们今天的大奖 千万不要错过了 这个是大奖 千万不可以错过 所以我们等下回来 我们会告诉你 你们的 你们的人是谁哦 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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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 your child reach his full potential Hoya a breakthrough in myopia control for your child visit your nearest optical store to get your child fitted for MyoSmart lenses today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a lot of information 原来照顾眼睛 is so important yeah it is from small to small do not waste their time to take care of them and also thank you for MyoG, Eyeway and Hoya for me this opportunity to share thank you yeah, I also feel very happy because today I'm with Chanel here I feel very happy that I'm with MyoG and MyoG friends and we are the same that today I have to learn a lot and share their experienc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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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learn how to see their eyes and learn how to see their eyes and if you like our friends you can also click on the MyoG page and tell us and tell us what we can share what we want to do and prepare for you well, we'll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Bye! so thank you! I know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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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